欢迎收看我的小老师 陪你教数学 这是我们高中课程第一册的第一章的第一集 我们终于开始教高中的数学了 第一册第一章在教什么呢 其实就跟国中的第一册第一章一样 教数与数线 传统范围是这样 后来有增加一些内容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学正数复数 还记得吗 第一册第一章 然后学绝对值 高中的第一章也有绝对值 然后我们不只有讨论正负数 还讨论了无理数 这个正整数跟零跟负整数合起来是整数 合起来看就是说的整数 可以分为正的零或负的 那整数之外还有不能写成整数的 但是可以写成分数的 那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这里空着 所以不管整数还是分数 纯分数 它都会被称为有理数 那什么是有理数呢 有理数的定义这里写 可以划为整数分支整数的数字 那为什么这样叫有理数呢 这是因为这个有理数 你如果看它的英文 它叫做Ratial Number 那这个Ratial就是比例 所以说它其实应该叫做有比数 有比值的数 有率数这样子有比例 有比率的数字 那在这个引进来中国的时候 把这个比 它可以划为比值比例的这样子的概念 叫做有理 所以有理数的这个有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翻的 那它其实在原文是指有比例的数字 那所以反过来说 无理数就是没有办法划为整数分支整数的数字 可以吗 那这个 所以无理数 我们这里写举例 举例的话就是两类 一类就是所谓的根号 比如说根号2 根号2是1.414多多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名的Pi 那我们在高中就会学到很多啦 包括像这个三角函数Sine Sine一度 或者是这个Log值 也是可以 也是无理数 所以有很多 那事实上呢 大家很容易忘掉的一点 就是比如说根号2加1的话 它也是无理数 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划为整数分支整数 那无理数呢 它换句话说 就是有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就它写成小数是写写写不停的 而且是不循环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讨论 有循环的话会怎么样 那根号2有一个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就我刚讲它是1.414多多多多多 那你再加1的话就变2.414多多多多多多多 所以它还是有那个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它没有办法划成分数 那这是无理数 有理数跟无理数合起来称为时数 你看那个时数的代号是R 那它是real number 真实的 real 它是真实的数字 所以时数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说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的数字都是时数 我们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 就是说在数线上找得到这一个点 所以你数线上随便乱点不是要你点整数 你随便点一下的那个数字它都会是一个时数就对了 包括你可能点到一个什么1.4172536.0.0.0 一直讲不完这样 它也会是一个时数 包括你可能点到一个根号18 或者你可能点到一个这个7分之32 它都会是一个时数 只要在数线上找到负的也可以 那你想说那这样子虚数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高中现在的课纲里已经不教虚数了 所以没办法升谈 简单来说根号负1 以根号负1为例的 我们以前不再讲说根号里不能放负的 因为没有任何正数或负数平方丸都是正的 所以你根号里放负的 那是什么东西 没有任何数字 根号丸会是负的 那就说没有任何时数 根号丸是负的 所以如果根号负的是就是虚数 它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数字 那虚数的这个系统的出现 对数学界而言很有用 它可以开启我们用数学逻辑去讨论 就是更深奥的问题 那包括应用到物理学的层面上面 带来科技发展之类的 那虚数系跟实数系合起来称为负数系 所以负数这个词就是指 就是我们目前所探究到的虚数跟实数的一切的数字 那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正整数N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题目上面写说 X属于N 附带一题这个符号念作属于 意思就是说 X是自然数的一部分 那学生就问我说N是什么 N是自然数 那它是Nature number 自然而然的Nature 那所以它是大写N 就是正整数的意思 因为这个等于说古代的 古希腊的那个时候的学者们 认为自然界会看到的数字 就是整数所组成的 像那个毕达哥拉斯学派 他们当时认为 所有的数值都可以用整数跟整数式的运算产生 那么刚才提到 就是说如果你是无理数的话 你不能化为整数分支整数 那你就会有一个除不尽的尾巴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除尽了 那你就可以化为整数分支整数 因为你比如说1.237 它就会变成千分之一二三七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除得尽 你只要写得完 我就把你退退退 看你退几位分母就补食的几位 那这点很重要 我们后面几堂课就会探讨这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的小数会除尽 那这个回来看 那如果你除不尽 可是会循环的话 会循环的话 那你也可以化为整数分支整数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介绍了几个很重要的 这个循环小数跟分数 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至于说 为什么会循环的都可以化 一样我们后面会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先来用一用看他们 所以第一个计照特殊的这个 整数分支整数就是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如果你去除的话 它会变成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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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写作0.11 1循环 那九分之二你去除的话 就是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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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写作0.2 然后在2上面画一杠 它念作0.22循环 那也就是说你在讲的时候 要把那个循环节 就是循环的是2这件事情 重讲一次 我们等一下会举例来说 就是怎么样讲是不正确的 9分之3就3分之1 它是0.3333 所以是0.33循环 9分之1真的去除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是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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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那我们先跳过来看这个 999分之1的话是0.001001.001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9家族的 9家族的9分之1是循环一个 循环一节 9分之n就是0.nn循环 比如说9分之7的话就是 0.77循环 那如果是99的 99就循环两节 而且它会紧贴在小数点后面 就开始展开它的循环 所以说99分之 比如说这个 99分之112 那我们要先把它画为带分数 它是1又 99分之13 后面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快速的去画 这个带分数 那所以它会变成是1 然后呢 99分之13就是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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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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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99分之 比如说99分之37 就是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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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好像999的话呢 999的话就循环三节 所以比如说 999分之115 那就是0.115 115 可以吗 好那来问你哦 如果是999分之17 那这时候要注意哦 它的答案是 不是0.1717 99分之17才是0.1717 那它是什么 它是0.017 就是说我们三个9 就会循环三位 所以如果你上面小分子 只有两位的话 其实是017 可以吗 那这个是9加组的 所以99分之9 是0.0909 它刚好就是11分之1 所以是0.0909循环 好那在这里就是 就讲到我们刚刚说 你要重复念那个循环节 因为我讲0.09 循环 假如我只有讲这样子 有的学生就这样子 就是大概我懂了啦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这样0.09循环 那问题就来了 你的这个0.09循环 到底是0.09 9循环 也就是说0.0999999 还是你是0.09 0.09循环 也就是0.09 这样就分不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讲循环节的时候 要重复一次循环节 让人家知道说我在循环什么 这样子 那六分之一呢 六分之一是0.1666666 那这个很多老师会让学生自己除除看啦 那我相信你们在学校都有机会除 我就不但你们除了 所以这个9分之12呢 那来练习做做看9分之12会是多少 那我们要先把它化成假分数哦 其实如果我刚刚讲练习一下的时候 你可以按个赞停写 它要先变成1又9分之3 所以它其实是1.33循环 以上就是这个建立在9家族体系的这些循环节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多介绍了一个就是7家族的 这个7分之1是多少呢 你的确现在可以拿笔除一次看看 看你会不会正确的除出它的答案 那它是0.142857 142857循环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们后面会介绍为什么这么多的分数里面 我们除了9家族以外还特别介绍7 因为7的这个循环呢 真的非常的特殊 那这个它呈现在一点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7分之1是0.142857 对不对 142857循环 那7分之2呢 你不需要再重新的去背 你说我6个都要背 哇辛苦 不用 你只要记这个就好了 142857 所以我都会在写完142857之后跟学生讲 来142857念三遍 142857 142857 再念三遍 这样 那念到有点熟 对不对 好 那7分之2呢 142857里面第二小的那个数字就是2 所以从2开始循环一样走一轮 6位走完6个循环节 它是285714 所以7分之2就是0.285714 只有7有这样子的特色 原因后面会介绍 那所以这个使得我们的这个7的这个循环呢 我们只要记一组数字而已 它就通用了 那这个7分之3呢 就是来142857里面第三小的数字是4 所以怎么样呢 没错就是一样 继续往后走 那因为你循环你往后走就会走到这个7 后面就继续接1嘛 然后接4 然后接2 所以它就是42857 0.428571 428571循环 好 7分之4呢 来说一下 5嘛 第4小 571428 7分之5呢 是0.714285 然后7分之6是4 最后一个啦 8开头 0.857142 7分之7 就1啦 那我们其实有机会在国中的时候就看到7分之1的这个142857这种数字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在国中我们学完二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连立方程式求解的时候或者是对二元一次才会有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有一个题目是这样讲的 它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六位数字 那那个六位数字呢 你把个位数搬到最前面放的话会变成原本的5倍 然后问你这样这组个位数字是什么 个位数字比如说设A 然后这里呢 这里呢 设B 可以吗 就是把这个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 设为B 那原本的数字 原本的数字是 10B加A 原本的数字是10B加A 可以吗 因为你是假设我这个是一万两千三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六 假设原本的数字是这样子的话 那它其实是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乘以十倍 因为它其实是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 加6 可以吗 那搬动过后 它说把个位数搬到最前面 所以把个位数搬到最前面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十万A 一二三四五 A加B 后来是原本的五倍 所以你就会有十万A 加B等于 50B加5A 然后移向 然后除一下 一条方程式其实解不出两个位之数 但是因为A会被限定成一定是个位的个位数 个位正数 所以可以透过讨论发现 A是7 B是14285 也就是说这组数字其实就是142857 所以我们下了一个个位置 你可以留下一个位置